凉拌最适合衬托并发挥豆粽与生俱来的豆香 豆皮包裹肉馅,可炸可蒸 在酥脆与筋道的口感间自由切换 与猪尾一起红烧,入味生醇,嫩滑细腻 在四川人作压的火锅中,它也是出镜率最高的单品 久善不老,韧香十足 一根豆笋,其烹制方法真可以说是丰富多彩,千变万化 那么在豆笋匠人马大姐的自家厨房里 豆笋又会有什么样的家常做法呢 这厨房里的话语权掌握在男主人朱鸿岗的手里 哇,大哥,炒的这个好香啊,这是什么呀 豆笋回锅肉,回锅肉嘛,那个四川宁菜 但这个跟豆笋炒,我还是炒一回见 豆笋炒回锅肉在我们这里都属于家庄菜 但是我看这个肉可够肥的 因为豆笋它比较自由 所以吃起来就不会觉得很肥腻 对,吃起来有点香香的 朱大哥骄傲地告诉我 用豆笋炒回锅肉,豆笋比肉还好吃 什么呀 对,嗯 好呀 感谢观看